超强台风链鱼,星期一中午时分在菲律宾迅猛登陆,带来狂风暴雨,菲律宾最北端有至少一人死亡。 据报道,呼啸的狂风掀开屋顶,吹倒电线杆,持续风力为每小时225公里,阵风时速最高达260公里。 菲律宾当局下令将吕宋岛上的卡加盐和伊沙贝拉两省的成千上万民众转移到相当安全的地区。 有关官员说,狂风暴雨可能会损坏这个玉米和水稻产区的房屋、供电和农业。 菲律宾政府表示,已经做好应付这场风暴的准备,向北部地区运送了食品包、救生艇和其他设施。